大家好,我是白月,欢迎大家回来 那么上一节课呢,我们讲了关于我们搜索的相关的内容 那么我们大致的回顾一下 那么重要的内容呢,就是我们的SecurityG 那么为了配合我们SecurityG,我们还有一个替换 也就是说这是最重要的内容 那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如果不记得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的29奖的内容 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将我们的关键字替换的这样的用方法 在以后实现某一些程序的功能的话 我们还会用得到它 而且是经常会很普遍的用到我们这样一个替换 这样一个方式 那么怎么来的,就是通过SecurityG来的 那么另外一个还要知道我们的对于搜索 主要是搜索什么呢 搜索数据库 而不是搜索我们的页面 那么和我们的搜索引擎就不太一样了 是吧,不太一样了 这毕竟是我们的站内搜索是吧 让我们的访客或者是我们的什么呢 或者是我们的后台管理者 然后呢能够搜索到我们的什么呢 搜索到我们的所需要的资源 好,那么这是上一节内容 那么主要是单一的 单一的是吧 单一的之段是吧 对数据库当中单一之段进行什么呢 进行搜索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一讲第三十讲 第三十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是实现搜索后的分页 那么以及多内容多条件的搜索 那么上一节课呢 就是由于时间有限的我们没有讲这个搜索后的分页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来说一下是吧 说一下 那另外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多内容多条件的搜索 多内容多条件的搜索 同学说这个多内容多条件的搜索 这里还多了几个字 并列自由组合是吧 自由组合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搜索的时候 不只是搜索一个字段的是吧 不是搜索一个字段的 Security后面的will条件也不只是一个了是吧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个是吧 很多很多个 而且我们的字段也不一样 字段也不一样 那比如说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说过的 给大家说过的 关于我这个管理系统当中是吧 对于学生的管理 对于学生的管理 那么前面也说过我们这个什么呢 我们这样的并列搜索 一般情况下出现在于什么呢 出现在于某一些系统当中 对于我们的文章系统来说 用的比较比较少是吧 文章系统没必要用两三个来搜索 对吧 没必要 而我们这个这个管理系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啊 比如说我们商品的销售的这样一个站点啊什么的是吧 管理系统啊这些我们就需要是吧 就需要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来确定我们的一些商品 或者确定我们详细的什么 我们最完整的或者最详细的这样一个某个信息是吧 能够查询到那么这个呢有四个条件是吧 四个内容啊四个分别是四个字段 那么其实我们还可以无限制的增加 那比如说在这里是吧 比如说这里的搜索啊比如这里的搜索 那么这里的搜索就有很多了是吧 就有很多了 你看这么多条件并列查询对吧并列查询 那么我们是怎么办到的啊 我们是怎么办到的 其实呢这样办到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说简单简单的说说容易呢也不容易啊 只要大家理解了我们的思路 那么等一下我们就会给大家说是吧 那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是吧 非常非常简单的 好的这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内容啊 这个内容什么是我们的搜索的分页 还有搜索的分页不是 还有我们的这个多了一种多条件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东西好 那么至于分页呢 我们等一下马上就来开始给大家讲 两个内容基本上是什么呢 基本上是分开的是吧 分开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内容 我们还是说一下实现的功能啊 实现的功能有这些啊 然后多了一种这条件的实现是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实现分页 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分页的理论是吧 分页的理论 注意在前面来说 说分页的理论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是说的是搜索后的分页理论 那么对于前面的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分页理论来说的话 我们很简单就是将数据全部查询出来 然后自己确定一下这个每一页显示多的行 然后通过这两个数据求出总的行数 再来什么呢 再来得到什么呢 再来得到我们的 Limit值据当中前面的一些 一个参数的这样一个值是吧 确定这样一个值就是我们的PG当前页减1是吧 然后乘以我们的页每页的数量是吧 那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那么对于分页来说的话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来说就是搜索后的分页啊 就是说有条件的啊 有条件后面的分页 其实也很好实现是吧 也很好实现 比如说我们现在不管 不管下面的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 打开我们这个article manager article manager 这是我们的管理界面 我们来打开到搜索这一边 search到了是吧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说这个slick的语句啊 slick的语句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标准 是吧 一个标准的 那么搜索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给什么 把它给打开 下面是分页 分页 搜索的是这个地方 那么分页是下面这个地方 下面这个地方 对于分页来说啊 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地方 它就是主的什么 最主要的我们的secure语句 就查询我们总数量的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查询总数量的 因为什么呢 它带着这个条件来查询总数量 对吧 就当这个条件有成立的时候 有多少行 那么肯定是总数量 对吧 总数量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呢 需要把 把什么呢 把上面这个secure 它就是总数量的 对吧 那么来看看 我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注释掉 是吧 注释掉 注释掉 那么all number 还是同样 等于number rows react 是吧 这样就可以接着上面的 是吧 接着上面的 注意哈 大家看哈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上面是接着上面的 是吧 这个是我们分页了 是吧 分页了 是我们的分页了 那么下面看是接着上面的 是吧 意思说这个的总数量 总行数是求的是谁 求的他是吧 求的他 然后再来什么 再来page number 每页显示多长 我们指定一个是吧 比如说每页显示 我之前是两行 对吧 然后呢 上page 都是一样的 是吧 我们也不用管了 其他的也不用管了 这个呢 这个也不用管了 是吧 也不用管了 然后主要是在这里 请求数据这个地方 limit指据是吧 这个不能不管 为什么呢 limit指据是什么呢 是由这个条件 是吧 所以说 必须加上这个will指据 是吧 必须加上这个will指据 那么要不要这个order by呢 也可以是吧 也可以要上 也说必须will article or like 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然后再order by 然后再来limit 这样的话才行 是吧 这样才行 那么其实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分页 和前面分页是一样的 内容都是一样的 语句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 在secure语句当中 要加上我们这个条件 是吧 加上这个条件而已 和上面一样是吧 我们把总的这个也加上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我们搜索的 对吧 就是我们搜索的 这样这个条件就可以了 是吧 这样这个条件就可以了 剩下的就不用我多说了 是吧 直接就搞定了 是吧 直接就搞定了 但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要将我们这个什么呢 将我们这下面这一部分 进行一个 以前我们测试的 将它 将它干涉三了 是吧 干涉三了 懒得住是吧 懒得住是干涉三了 好接着往下来看 我们这一是我们的内容 这一基本都差不多的 你看都是一样的是吧 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承接于什么呢 承接于它 所以说求助的结果 也应该是刚才这个 这个secure语句的结果 是吧 那么没问题 没问题 那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文章管理 然后来搜索 比如搜索 S的是吧 S的倒是很多 来搜索一下 总共有13条记录 每一行有多少个 有27 28 是吧 你看再来下一页 下一个早不剩两行了 是吧 不是两行了 是不是 刚才分页都分好了吗 为什么这个不是两行了 那我们再来再来再来看一下 有含S的是吧 有含S的 总共有13条记录 是吧 13条记录 那肯定不止 不止两页 是吧 总共多少页啊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六页 七页 是吧 七页 那个下页 回来了 是吧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上面 是吧 对吧 不可能啊 对吧 不可能啊 怎么怎么回事 这个有七个 是吧 这个有七个 这个好像是回到了什么 回到了我们原来的这个地方了 是不是 好像是回到原来的地方了 对不对 Page等于二是吧 Page等于第二页是吧 Page等于第二页 这个地方怎么会变到了我们 Article Manager的第二页 然后呢 不是搜索的第二页呢 不是我们搜索的第二页是吧 不是我们搜索的第二页 为什么啊 那么其实这个非常简单是吧 非常简单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 我们来看看这里 那么搜索的话 就是说我们仅限于搜索的第一页是吧 第二页的话就麻烦了 对吧 就麻烦了 为什么 因为搜索的数据没办法传递了 是不是 没办法传递了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点击搜索的时候 是吧 搜索的时候 我们下一页 哦 这里有问题 这里有问题 不是 不是上面的原因 不是上面的原因 这里还有问题 这里还没改 是吧 这里还没改 改成什么 这里还要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A C T I O N Action Action等于什么 等于S E R A C H 是吧 然后再按的Page 是吧 忘了这里了 是吧 A C T I O N 我说脑怎么 脑怎么传过去传过来 是吧 传到那里去了 对不对 应该是这里的原因 是吧 这里的原因 我们接着往下面改 好吧 下面也改了 上页下页都改了 都改了 来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看看能不能正确 是吧 功能能不能正确 来 搜索A 搜索 总共有五条记录 五条记录 总共有多少页 两行一页 是吧 两行一页 证明是多少 证明是 三页 对吧 三页 下一页 有数据为空 有数据为空 这个什么意思 刚才都好的 是吧 这个又出错 是吧 这个又出错了 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看 有数据为空 应该是他提出的 是吧 他提出的 嘿 好像这个title有空 Title有空 是吧 Title有空 对不对 那么刚才我们在这里 说过 是吧 刚才我们这里说过 搜索的数据 是吧 那么我们好像就是说 表单是吧 表单过去 过后就没了 是不是 我们点下页的时候 就没了 是吧 表单数据有没有 没有了 是吧 那么这样是什么意思 就是搜索的数据 没办法传递了 是吧 那么第一页是什么 将表单的 用表单的方式 将关键字传给php的 那么我们点击下页的时候 哪里有表单呢 哪里有表单 我们点击下页的时候 有没有表单呢 没表单是吧 没表单 哪里来的表单 那怎么办 问题是就是说 我们点击第二页的时候 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搜索的是哪个关键字 是吧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搜索的关键字 对不对 搜索关键字 哪个关键字是什么呢 是搜索的数据 是吧 搜索数据 我们表单里面填的是吧 我们表单里面填的东西 那么第二页的时候 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表单里面填的是什么东西 对吧 这个就没办法了是吧 没办法了 所以说 对于我们搜索的分页 那么刚开始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第二个步骤 有一点困难 什么困难 就是说 没办法将我们传递的数据 在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上面传递 第一页是可以的 没问题的 是吧 没问题的 能够实现我们的功能 是吧 能够实现我们的功能 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前面这个程序 是吧 我们当提交的时候 你看我们当表单提交的时候 肯定到这里 是吧 这里 那么一切都正常 那么点击下一页的时候 表单数据没了 没了是吧 post没了是不是 没了没了怎么办 肯定就这里退出了 是吧 就退出了 他就是为空了 对不对 又为空了 那么问题 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怎么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 那表单不行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参数传递 对吧 用其他的方法来传递我们的参数 保存我们的搜索的关键词 那不就可以了吧 对吧 那么其他方面的参数传递有哪些呢 来我们看看 cookie是吧 cookie 按照前面的思路 我们可以这样 是吧 能够利用保存的这样的参数的传递方式 用cookie 比如说cookie这样的参数的传递方式 保存 用它来保存什么呢 提交的关键词就可以了 对不对 表单里面提交的 是吧 我们cookie的保存 我们可以什么呢 可以 比如说我们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 提交过后 提交过后 那么这里 开始了 是吧 做了 是正确的 是不是 然后这里我就可以保存了 用一个cookie来保存 是吧 保存cookie 是吧 保存cookie 那么 那么 将什么呢 将我们的什么 将我们的title 是吧 将我们的搜索 搜索 关键字 保存在 cookie当中 如果正确的是吧 通过了我们这个验证过后 你保存在这里 是吧 保存这里 那保存这里怎么办呢 我们下一次当第二页的时候 第二页的时候 我在这里 在前面再加一个东西 前面再加一个东西 交个什么 这里获取什么呢 获取cookie 获取cookie 是吧 获取cookie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来什么 再来什么 再来做另外的事情 是吧 获取到这个cookie 然后判断 判断 如果 如果什么呢 唯空 然后就什么 就表单获取 如果不唯空 然后呢 不表单获取 是吧 直接就用cookie的值 是吧 就cookie的值 把这个替换了 那么这里在判断 肯定是不会再出错了 对不对 肯定不再出错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是正确的 然后保存在cookie当中 对吧 然后cookie来再获取cookie 是吧 每一个的如果为空的时候 那么怎么办 就用它来获取 如果证明 这个cookie就没设置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如果 它不为空的时候 不为空的时候 怎么办 就用cookie的值来代替 它是吧 就代替它 对不对 这样好不好办 好办是吧 这是我们的这个思路 是吧 这个思路 那么这样的话 第二页第三页 每页都没问题了 对不对 如果是什么 刚刚打开的时候 这个cookie有没有值 没有值是吧 这个cookie没有值 没值怎么办 没值 那么这里是空的 空的就用什么 就用表单的获取 对吧 你看这样的程序 是不是结构就非常好了 是吧 非常好了 对吧 那么用cookie的方式来传递 是吧 那么下面这样几个 大家看一下 就是第一个 获取cookie保存的关键字 那么第一步什么 我们程序的结构 刚开始是吧 从上而下执行 然后再来判断 如果cookie无值 就获取表单值 对吧 然后第三个 如果有值的话 就获取到是吧 然后通过获取到的关键字 来实现搜索 查证数据库案的分页 然后打印数据列表 后面几个都是一样的 是吧 后面几个是一样的 主要是上面这两个 对吧 用cookie的保存 然后再来什么 判断是吧 判断 这是我们的思路 这是我们的思路 非常非常简单 是吧 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这个cookie怎么办 cookie怎么办 其实给大家先说一下 因为我们还没有讲过这个cookie 在前面呢 我们也稍微提了一下 但是没作为我们的这个 重点是吧 没作为我们的重点 我们来看看 这cookie怎么办的 其实非常简单 是吧 我们用一个函数 c-o-k-i-e c的cookie函数 是吧 c的cookie函数 第一个是我们cookie的名字 是吧 cookie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这个cookie名字 叫t-i-t-r-e titer 是吧 titer 我们叫titer 我们s-e-r-a-c-h 是吧 searchtiter 然后呢 我们的值 是吧 值是我们的t-i-t-r-e 刚才我们 我们获取到的是吧 获取到的 那么这是我们的cookie函数了 是吧 这样就设置了一个cookie了 那么保存为cookie名为这个 那么获取cookie怎么办 其实非常简单 是吧 t-i-t-r-e 等于什么 donor下滑线 cookie是吧 cookie什么 cookie 然后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cookie名字 ser ser a-c-h-t-i-t-r-e titer 获取到了 是吧 获取到了 用这种方法 是吧 donor下滑线cookie的方式 是吧 cookie的方式 那么 这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内容 是吧 这样一个内容 就获取到了 那么接着是什么呢 接着是判断是吧 判断 if empty empty 什么 donor t-i-t-r-e titer 那么就用什么呢 就用它来获取 是吧 就用它的获取 如果 如果什么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就不执行的是吧 不执行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不执行了 不执行的话 那就 不会什么 不会影响到我们 其他的程序了 是吧 不会影响到我们 其他的程序了 来 大家看是不是这样的是吧 是不是这样的 这里首先设置 当我们这个通过了 设置了是吧 然后再来什么 再来这样来做是吧 再来做 整个的程序结构 就这样的是吧 首先获取cookie 判断cookie 判断cookie过后 如果不是就获取是吧 如果是就不获取 对不对 如果是就不获取 然后就 然后再来判断一下它 empty title是吧 如果的empty title 然后就什么 就这样 如果两个都empty 那肯定就有问题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的 这样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 非常非常的简单 非常非常简单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能不能够行啊 来刷新一下 不用刷新 我们这里来 直接来 搜索S 搜索 十长条记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再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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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是吧 完了 十三条 十三条 是吧 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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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成功了 是吧 成功了 这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搜索后的分页 是吧 搜索后的分页 但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页数 也不用 不用什么 每页的数点 也不用那么少 是吧 为什么呢 少一点 主要是搜索的时候 给大家好看 好看一点就可以了 是吧 好看一点 这个地方 为什么两行就这个原因 来刷新一下 你看变多了 两页了是吧 下一页是吧 上一页是吧 下一页是吧 上一页下一页 搞定了是吧 搞定了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这第一个 刚才我们的这个 搜索后的分页的实现 Cookie是吧 用Cookie 这个程序的结构呢 非常严谨是吧 1234 对吧 1234 下一个我们来看 多内容 多条件 多内容 多条件 这个和刚才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分页 完全不一样 那么比如说 我们搜索内容 不只是标题 还有作 还有作者 是吧 那我们就以这个为例 就是有标题 还有作者 那么或者 还有其他内容 那其他内容 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先做两个条件的 对吧 当然能够做两个条件 其他条件也可以做 对不对 那么我们甚至还可以什么 只搜索其中的某个内容 做来 来做条件 条件的搜索 比如说 我们两个 虽然有两个内容 对吧 有标题 有作者 但是呢 我们只搜索作者 或者只搜索标题 我们同样起作用 或者是标题和作用一起 都要都起作用 是吧 那么甚至还有其内容 比如说我们的内容里面的关键字 那么有标题 或者有作者 或者有内容 或者有标题和内容 或者有作者和内容 或者三个都有 都可以 无论你哪一个都可以 是吧 只要 不是所有都是空的 对吧 那么当然这个 这些搜索一般用在管理软件 文章系统比较少见 这里是有一点 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叫做不符合的 这样一个例子 是吧 就是我们这系统 一般不用这么 这么复杂的东西 但是呢 为了让大家明白 这个搜索啊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 没有其他的这个管理软件 没其他软件 大家熟悉的 那么这文章的搜索 比较熟悉 那么我们就用文章来 做这个了 好 我们来看看 怎么来实现这个多内容 多条件的这样一个搜索 好的 我们先来 首先第一步 还是做我们的表单 表单 搜索的时候肯定不止一个 不止一个 那就做表单 那么我们同样拿这个来改 拿这个来改 表单是吧 表单 然后再做一个 再做一个什么东西 作者 对吧 作者 作者同样用什么 用这个 文章了 文章了 多了一个是吧 多了一个 这个是user 是吧 你看 搞定了 是吧 搞定了 你看我们的表单 也搞定了 是吧 user 那么上面这个程序 我们该怎么办呢 刚才我们这个什么呢 我们的单条件搜索 以及我们的分页 已经做好了 是吧 做好了 那么这个程序 我们应该怎么办 就是说它的思路 是应该怎么办 就是我们现在搜索的 不是一个内容 是两个内容 是吧 两个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文章的标题和作者 两个内容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两个内容 我们应该怎么去组织这个secure语句 那我们来看这个 来看这个 那么以前我们是一个 现在是多少个呢 现在是两个是吧 两个有标题和作者了 是吧 作者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表单我们做好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程序也在那个地方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如何去安排这个程序 来实现这样的功能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获取到了表单过后 要实现这个secure语句来进行搜索 对吧 那么当然这两个表单的参数 应该是采用什么的方式 在secure语句当中呢 应该是and并列 是吧 and并列 对吧 用and并列来进行查询数据库的 就will指挙后面的用and 对吧 那么这样我们的secure语句 还是比较好写的 比如说我们写成这样的 那么slag的信号 fromarticle willarticle title like 标题 标题的参数 对吧 andarticle anduser 等于作者 这个好像不是anduser 是吧 我做课件的时候 可能做的有一点 那个应该是articleuser 对吧 没关系了 我们等一下改就可以了 那么slag信号 fromarticle 那么willarticle title like 这个标题 和然后article user 等于什么 这个作者 对吧 等于这个作者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要我们的这个 程序的slag的语句 变成这样的 是吧 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现在所看到哪一个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secure语句是什么样的 secure语句是什么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 是吧 然后只有一个article title like 什么什么 然后后面就order by了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来的 是因为我们替换而来的 是吧 替换来的 替换什么来的 替换我们的这个user 是吧 我们这个title是吧 title 我们title还可能会是 多条件的节点长选 那么这里还变不变 其实这里的我们不变了 是吧 只需要在后面加一个东西 就可以了 但在这里的话 我们首先应该怎么办 我们首先应该还是 获取到我们的参数 这里只有一个title 是吧 那么这个title是cookie的 是不是 那么其实我们在这里的话 我们暂时就不用这种 分页的这种 前面这种 这种方式了 我们以后再说 我们可以把前面的注释掉 注释掉 然后呢 还是使用的老办法 老办法 假定 我们第二页 这些东西都是 只有一页是吧 我们不管了 我们来trm 等一下我们再来 再来合成就可以了 是不是 合成我们的分页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暂时不管 把上面的这个不管了 我们先从简单的入手 简单的入手 我们获取到了我们的参数 是吧 获取到我们的参数 那么两个参数都获取到了 那么我们的判断肯定 也要变化 是吧 也要变化 或者不应该不是或者了 应该是按的 两个 我们现在前面说了 两个都没有数据的时候 才算是错误 是吧 如果有一个有 那就是算是正确的 是吧 算正确的 但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暂时不管那么多 我们现在暂时把我们的功能实现了 这个set cookie 我们也不要了 我们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紧接着改我们的secure 那么来看一下要把它变成这样的是吧 我们获取到了我们的标题 也获取到我们的作者 然后再来进行一个什么 再来进行一个 and的这样一个操作 and and user 因为两个是并列的 对吧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的表单都是并列的 是不是 来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来来看一下我们文章管理 我们来看一下界面 两个都是并列的 文章标题是什么 并且文章作者是什么 这样才行 对不对 也不可能是文章标题 或者或者文章作者 那这样的话就就做起来 这就不是我们这个节链 节链查询的这样一个什么 一个本意了 对吧 本意了 就是两个条件都要满足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做 那么既然是两个条件都要满足 肯定中间是and 是吧 肯定是中间是and 与对吧 与操作 那么在这里怎么改这个secure 那么主要是把这个secure 改掉是吧 改其实很好改 是吧 前面内容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变 因为不变是吧 因为它是都有这个多条件查询的 我们不管是吧 也是模糊查询 我们也不管 那么我们只需要在后面加 是吧 加什么呢 加and and什么呢 andartuser 然后呢 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的user 这样就可以变成我们的多内容的 多条件的这样一个查询的目的是吧 前面已经做好了 这个不知道的话 大家看上一集去 我不用在这里多说了 对不对 不用在这里多说了 其实就是将我们的article titer里面的内容啊 就是我们titer这个文本框的内容 拿出来将我们的某些特定的关键字给去掉 是吧 比如说空格代表语 是吧 竖线代表 呃 代表我们的什么 代表我们的货 对吧 替换是吧 替换成这样的标准就可以了 如果不明白的 大家去看上一集 好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直接在后面加一个腿了 那么你说 那么你说我们现在符不合我们这样的 是那个语句 那么刚才我们写的是吧 根据我们前面的思路 我们推断出来的 应该是语 对吧 对这种史的语句 大家应该是非常好写的 好的 现在既然写好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 是吧 重新来打开一下 那比如说我们 S 满足S的是吧 然后并且做的是AIA的 那么做的AIA 看见没 我们来提交一下 能不能够行是吧 来搜索 可以是吧 那么这也就是这个里面包含S 并且做的是AIA 怎么变成BBB了 那肯定是有一点点小错误 是吧 我们只需要搜索AIA的是吧 那肯定有点小错误 那么既然有错 那我就把它给输出来 是吧 输出来 来 刷新一下 那么articleuser等于什么 等于AIA order by IDDSC Nike这里出的什么错 Nike这里是空的是吧 空的 那那个是空的 为什么是空的呢 我们来试试 来看看 呃 titer等于 donor post titer 怎么会是空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表单 是不是有问题 哦 变成text fail的是吧 我们刚才那个的 好像是不是粘贴的时候 粘贴有一点问题 来 我们来看看 现在来看 文章管理 s满足作者 AA 搜索 你看 well article titer nike s 然后什么呢 article user 等于AIA order by还是有问题 还是有问题 这个应该是怎么回事呢 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刚才的结果不正确 始终真的不正确 我原来发现这个问题 下面才是我们最主要的是吧 limit 因为我们刚才分了页 对不对 还忘了这一点 是吧 刚才分了页 说像上面一样 下面也得一样 是吧 andarticleuser等于这个 我们也得 也把下面一个加上 是吧 一个加上 两个地方都是加上 上面只是负责求出总数啊 这些东西的是吧 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样的结果会不会正确 来刷新一下 我们就说嘛 上面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正确的 为什么不正确 对吧 你看现在正确了 是吧 总共有多少条记录 六条记录 是吧 然后呢 这里全是AA 是吧 但是我们下一页 肯定没用 是吧 没用 因为什么呢 我们的cookie没有起作用 是吧 cookie没起作用 因为我们把cookie 给删掉了 对吧 删掉了 好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这个结合查询 能够成功了 是吧 结合查询能够成功了 虽然刚才有点小错误 那么希望大家 在以后的时候 不要犯这样的一系列的 小小的错误 好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一些另外的一个东西 那么是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 再来搜索 那么标题是A 那么作者 然后呢 点击搜索 你看 哎 我们不是刚才 不是说明了 有这样一点吗 就是说当我们在搜索的时候 就是说两个结合搜索 我们还可以做到这样一个 一个事情 就是说当我们搜索标题 不搜索作者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标题的这个 只符合标题的那个搜索出来 是吧 作者我们就不管是吧 就不成为一个条件了 对不对 不成为一个条件了 也就是我们当我们搜索标题的时候 做的就不起作用 我们就不搜索作者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还有很多的 还有很多的 你看我们这里学生 还有姓名 还有学号 对吧 这么多 那么我们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只搜索学号 那么其他的 如果不填的话 是空的话 我们就什么呢 就不搜索 对吧 就不搜索我们的姓名 就也就是说后面这个And 我们就不要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相当于后面 我只搜索我们的article 是吧 article 那么怎么办呢 article title 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后面这个就不要了 是吧 后面这个就不要了 也就是如果我没有填这个user的话 后面这个不要了 如果我没有填article title的话 前面这个不要了 后面这个要 对吧 前面这些不要了 后面这个要 对吧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是这样的 在security当中表现形式是这样的 对不对 为了大家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啊 我这里有这样一个 一个东西吧 一个东西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文字的介绍 对吧 文字的介绍 那么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 搜索是这样的 比如说两个条件当中 只有标题参加搜索 那么或者是什么呢 条件比较多的时候 有多个 那么可能不完全的搜索 比如说我们有多个条件 T1 T2 T3 T4 T5 是吧 我只有T1参加搜索 对吧 我T1有值 我就只搜索T1的内容 那么T1 T2 T3有内容 T4 T5 没有 是吧 我们就只搜索T1 T2 T3 T1 T2 T3 对不对 如果只有T1 T3 T5 有 T1 T3 T5 那么T4 有没有 没有 就空的是吧 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 对吧 那么像这种一般情况下 就在管理系统当中出现 就是说当我们搜索的时候 叫做什么呢 叫做 呃 结联的这样一个搜索的方式 是吧 结联的搜索方式 比如说我只搜索姓名 是吧 只搜索姓名 只搜索什么的 其他的比如说我这里搜索哈 比如说我搜索 那么我搜索所有姓张的学生 是吧 所有姓张的学生 然后点击提交 那么这里的话就是所有姓张的学生 是吧 那么这里的话其他内容没有 是吧 没有的话就就不参与这个条件 是吧 比如说我所有同学姓张的学生 然后呢 我在他是什么呢 他是基础班的是吧 基础二班的 两个条件 这样的话 两个条件起作用的 学校提不及中 没有 状态起不及中 没有 那么点一提交 看有没有 你看 有六个人是吧 基础二班有六个人是姓张的 对吧 那么甚至我们还可以什么呢 还可以进行什么呢 进行一些截念的搜索 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在电商是吧 然后07届的 有没有 我看看 07届的好像没有是吧 07届的没有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来看看我们的学号是吧 2007 看有没有这个 这样的东西吧 包含2007的 来提交 有两个是吧 有两个姓张的 然后呢 学号是2007的 看里面 前面是吧 然后呢 我们的姓名又是包含张 对吧 然后呢 班级又是什么呢 又是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状态没有 那我就不参与 搜索 slag的语句里面就没有 对吧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是吧 就是有的时候就参与 没有的时候就没参与 那么在这里的话 其实我已经把这个思路已经给大家说了 就是说 当我们有的时候就有 没有的时候就没有 对吧 比如说我们来看下面一张画能片 那我有五个这样一个条件 T1 T2 T2 T5 T4 T5 那么就是我刚才说的 如果只有T1 T3 T5 有值 就是我们这个表单里面 还有T1 T3 T5 有值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只需要使得个理就变成什么呢 前面就不看了 我们只看well语句是吧 well语句后面变成什么 T1等于T1 and T3 等于T3 and T5 等于T5 对吧 对吧 那我们就只能这样是吧 如果T1 T3 T3没有值 T3没有值 中间这些端就没了 就是T1 and T5 等于T5 对吧 就这样的是吧 这样一个概念 对吧 那么大家可能已经明白了是吧 明白了 那么我们来看下面 我们来看下面 怎么做到的是吧 怎么做到的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获取我们这个 T1 T2 T3 T4 T5 数据是吧 不管有没有 我们首先把这个多个内容的这段 全部都获取了 就我们刚才一样是吧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两个都获取到了 是吧 两个都获取到了 但是我们这里做法却不一样 我们这里做法是 两个都有的时候 必须两个都有的时候 对吧 必须两个都有的时候 而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说 我们必须怎么做 才能做到这样的实现 做到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样一个什么呢 这样一个功能呢 就是说 我们需要依次判断每个字段 如果有值的话 那么我们就将条件连接在 威尤子句后面 对吧 那么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条件 能够顺利的连接 Security 就是连接Security 后面是吧 连接的Security 后面 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是说 如果有的话 它就连接在起 没有 它就没有 对吧 没有就没有 那么其实就是说 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 来办导 是吧 哪一种方法来办导 我把它给注释了 上面Security 注释了 那么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做的 在这里来做 比如说 如果我们用了 EMPTY 不能用多呢 是吧 这个 LARGE EMPTY TITER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如果它只有一个 并且 EMPTY UER 就是说 当什么呢 当我们的TITER 它是有值的 然后呢 UER是没值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付给一个 Secure语句 付给什么Secure语句呢 我们就把这个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 Secure等于多少 后面有没有 后面有没有 这个 因为它是空的嘛 有没有 没有了 是吧 我们一次判断 是吧 一次判断 对吧 这样来判断 是吧 这样 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如果 EMPTY TITER AND LARGE EMPTY UER 比如说 它是空的 U的是有值了 怎么办 那我们把这个 扶过来 是吧 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内容 给它给变了 是吧 ARTIKLARGE 这个东西变了 变成这样的 是吧 变成这样的 那么到现在为止 大家可能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是在用什么呢 用穷举法的方式 来 强制实行 我们的功能 强制实行我们的功能 这样可不可行 可行是吧 但是和我们这里说的 有那么一点点 不一样 是吧 我们这里是连接在 威尔子具后面 而我们这个是 强制的改变 是吧 一次判断 把每一种情况 都给判断出来 穷举法的方式 判断出来 那这种方法 好不好呢 好 可以 对吧 但是呢 如果条件多了 怎么办 对吧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条件有多少个 一二三四个 当判断 他为空 他两个 他三个 不为空的时候 是吧 当他为空这三个不为空的时候 他为空这三个不为空 他为空这三个不为空 这是第一个为空的情况下 判断完了 是吧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两个为空的情况 他两个为空 他两个不为空 他两个为空 他两个不为空 然后又他两个为空 他两个不为空 接着往下来看 这个为空 然后又来穷举 又是四个 是吧 再来穷举 再来穷举 那不是有那么多一副一剧 对不对 那么有同学 这个已经很麻烦了 是吧 但是呢 还可以接受 那我们再找个不可以接受的 这么多是吧 来吧 接受吧 谁有这个能耐 是吧 谁有这个能耐 全部用一副一剧 用穷举法的方式 给我做出来 对不对 这么多个 你怎么穷啊 对吧 那把你人弄穷了 你都弄不穷了 出来是吧 所以说不行的是吧 这样不行的 穷举法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我们这里说的方法 可以是吧 我们这里说的方法可以 刚才我给大家说的是 穷举法是吧 穷举法很多同学就把这个 理解错了 理解成为穷举法的方式 连接在后面是吧 判断 依次判断是吧 依次判断 穷举法是吧 穷举法 如果有值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条件改了 不满足 我们就用下一个来 来是吧 来一副L式 一副L式 一副L式 对吧 这样的方式 但是 但是 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 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程序实验来说 是不可行的 条件越多 内容越多 程序设计越复杂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才能够办到我们这个 办到我们这个情况了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 这种功能是吧 怎么情况我们才能办到 是吧 其实我们来 还是来研究一下我们 详细的研究一下 我们的Secure语句 是吧 Secure语句 那我们 我们刚才说了 是吧 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 依次判断 是吧 它为空 然后呢 就把这个条件 接在 well子句后面 接 什么意思 我们还记不记得点 这个连接符号 那我们使那个语句 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字幕串 那我们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Secure语句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字幕串 通过字幕串 保存这个变量里面 那我们可以接吧 对吧 可以接 什么意思 接在后面 对吧 接在后面 怎么接 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 来接是吧 用什么方法来接 而且判断这么多个 这么多个接 怎么办 给大家提供一个 好的方法 来看 怎么把数据 放在后面的 我就通过这种方法 来放在后面的 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是吧 提供一个参考 大家就是说 浏览这个PHP程序 我们来看一下 是怎么回事 首先第一个 一辅判断 empty Lotmpt T1 我们说了T2 T3 T4 T5 是吧 Lotmpt T1 然后呢 辅一个变量 donor VL1 等于 and T1 等于T1 and T1 等于T1 Not Mpt T2 VL等于什么 and T2 等于T2 Not Mpt T3 等于 and T3 等于T3 下面一样的 是吧 下面一样的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T1 也就是说T1 有一个专门的 一个 保存 置物串的 这样一个 临时变量 VL1 T2 有一个VL2 T3 一个VL3 一直下去 是吧 反正不管什么 VL VL的 N都可以 你随便加 是吧 我们变量那么多 随便你取 对吧 后面跟的是什么 后面跟的是我们的 and T1 等于T1 是吧 如果我们在前面 加一个VL 指句 那么大家可以发现 是不是它就可以 形成我们的 什么 形成我们的 VL指句 后面的内容是吧 后面VL指句 后面内容 比如说我弄一个 文本框给大家看看 我用过文本框 算了不用文本框了 我们在这里写 是吧 这里写 比如说我们VL1 是吧 那么我们来看 if LotEmpty 然后这里是VL1 VL1 等于不是 那个的是吧 是and and and like 这个东西 Title 我们就不要了 前面加个空格 为什么加空格 等一下再给大家说 下面这里是 LotEmpty 什么user 是吧 user 那么这里是什么呢 and and什么 后面也不要了 对吧 那么怎么办到的 是吧 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 就是说 str sql 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VL指句 VL后面 是吧 VL后面 VL后面 然后VL VL什么 VL后面 还有一个order by 是吧 order by 中间内容 就是有哪些的填接了 就是我们的 这个的填接 是吧 这个的连接 大家看到 我们这里是一样的 是吧 VL ID 不等于零 不等于零 为什么 等一下再说 是吧 然后点的连接符号 VL1 VL2 VL3 VL4 VL5 那么现在我们只有两个 我们来看看 就是VL1 VL2 是吧 我们把它连接在这里 donorVL1 连接一个donorVL2 是吧 那么连接起来 那有同学说 这个连接起来 有什么好的作用 那么我们 不管它这么多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放进去 VL1是多少 连接起来 它的符号就是什么 就这样的 对吧 等价于这样的 那我现在把它注释掉 在下面注释 给大家来说一下 等价于什么 是这样的 对吧 那VL2等价于是什么 等价是这样的 对吧 VL2等价于是这样的 VL1等价是这样的 那么你们看一下 大家能看一下 除了这前面插枪人意外 是吧 这里按的应该不要 是吧 VL article Titer Like Titer 是吧 这个是我们 在什么 在下面这个地方 做好的东西 是吧 做好的东西 你是一样的是吧 是一样的 这个成立的是吧 成立的 And article User 等于User Order By ID DSC 大家看一下 好像是像模像样的 是吧 好像是像模像样的 对不对 像模像样的 像模像样的 对吧 很像是吧 除了这里不像以外 对吧 那也同学说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这里就不样的 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不样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就是article 是吧 article article 这样就对了 是吧 前面的我们不管 是吧 前面的Security 就不管 后面的就对了 对吧 如果哈 我们现在来 来就是用我们的头来 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 思路是不是对的 如果VL2没有值 空的 空的VL2有没有值 如果这里是空的 是吧 VL2有没有值 VL2没有值 是吧 没有值 那么这里是什么 这里就没有 空的是吧 空的 VLarticle LikeTiter OrderIDDSC 这个VL主句 成立是吧 成立 如果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 这个 这个没有值 那么我们把它删了 VL&User 等于什么 除了这个&以外 除了这个&以外 那我们的 这个Security 就成不成立 成立是吧 成立 对吧 问题就在于是吧 就在于这个&怎么办 我们如果VL2 放在后面 那肯定是&的 VL1放在前面 肯定没有&的 VL2放在前面 也没有&的 对吧 那么你怎么知道 哪一个没有值 哪一个有值 那我只说说Uder 对吧 那VL就排在前面呢 对不对 VL1没有了 是吧 没有了 那我们前面 到底有没有&的 你能不能确定 不能够确定 是吧 不能够确定 所以说我们就要什么呢 又要什么呢 就要我们这个所有的VL1 VL2 包括这些是吧 都要变成什么呢 变成我们前面一搜索的条件的后面的次要条件 对吧 变成次要条件 那么这个主要条件是什么呢 主要条件我们用ID来担任是吧 我们都知道ID有这样一个特性 什么特性 它是不等于0的 对吧 ID不等于0 证明是查询我们所有的数据 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加个&的就天经第一了 对吧 为什么前面加个空格 总得有个界限 是吧 所以加个空格 后面为什么加个空格 有个界限 总得有个界限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不管你在前面加空格 后面加空格 反正加一个 对吧 加一个 所以这个我们也加吧 对吧 也加吧 无数位空格多了 我们的Security 就明白是吧 明白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样能不能行 你看VLID等于0 然后呢 如果VL1有值 就是&article 是吧 &article Titer Nike Titer 是吧 那么VL2有值 那么这里又是什么 又是&是吧 & 这就避免了我们的什么呢 不知道哪个排队最前面的 这样一个 一个做法 是吧 并且也能够完整的 体现出我们的VL持续后面的功能 是吧 VL持续后面的功能 你看这个是和乐而不为 是吧 和乐而不为 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样的功能 是吧 这样的功能 再给来看一遍 是吧 Select 这前面不管了 为ID等于0 为什么不等于0 为什么要做这样操作 就是因为什么呢 防止后面 因为这后面都有个按的 那么你又不知道谁放在前面 谁放在后面 那么怎么办呢 在前面找一个条件 是吧 而这个条件就是说 是能够包括所有的 所有的条 所有的这个记录 是吧 而这个条件怎么找 ID不等于0 不等于0是吧 肯定不等于0 对吧 如果你说ID小于0也可以 对不对 ID小于0也可以 ID没有一个不等于0的 是吧 没有一个等于0的 对不对 没一个等于0的 对吧 然后接着往下是点一个 我要1点 我要2点 我要3点 我要4点 我要5 搞定了 是吧 搞定了 如果哪个没值 哪个就是空的 哪个有值 哪个就安的 就出来了 是吧 连接上前面 是吧 就可以连接上 你看 从这里可以连接什么 连接到这里 是不是 对吧 这里也可以连接到这里 对不对 同样的方式 后面也可以连接到 如果没有 那么这个地方就没有 那么这个地方就直接什么 直接连接到这里来了 对吧 你看同样能够符合我们 为要值句的这样一个标准 对吧 比如说能够符合我们 为要值句这样一个标准 是吧 符合我们为要值句的标准 那么大家就是说 这样一个程序 输入的话 对于大家来说是非常好的 以后的话 大家都可以用到 是吧 可以用到 当然这里呢 我就把它改一下 把它改成我们这样一个功能 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为要过后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呃 ID 不等于0 然后呢 呃 引号引起来是吧 然后这里是连接 连接 多哪 为要 1 然后点一个什么 点一个多哪 为要 2 是吧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就是为了和其他分开 好看吧 对吧 好看 其实我们这里不要 也可以 是吧 我们的这个变量 也可以办到 是吧 也可以办到 把这个 后面这个都改了 是吧 来看看能不能成功啊 能不能成功 来 刷新一下 文章管理 来 作者是 呃 文章标题是 AS 作者是 AAA 两个标题条件 是吧 出现的问题 是吧 出现的问题 174行 174行 我们来看看174行哪里 他这里出错了 是吧 他这里出错了 出错了怎么办 把它打出来就可以了 ego出来就可以了 应该是我们 Security句 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是吧 来 我们来看看 刷新一下 嗯 slag的信号 from article will id等于这个 id等于0 不等于0 and article title like s and article user 什么什么 肯定不对 啥 肯定不对 为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后面 这个title的组合呀 在下面 是吧 而我们这个 这个will在什么地方 在上面 怎么办 好办 把它放到下面来 Security句 之前就可以了 对吧 你看我们要辨别 这种错误 一般穷来 就把Security句输出来 你检查 Security句 就可以了 对不对 对吧 检查Security句 还有我们的数据固执键 是不是对应的 就搞定了 是吧 这就是我们在以前 说过的吧 对吧 排错吧 排错 非常好办 是吧 非常好办 来刷新一下 看看这不正确 slag的信号 from article will 什么s and什么 article user 等于这个 但是下面 这样有一个 小小的问题 是吧 object 是吧 object 是怎么回事 围达 在这里可能又出错了 是吧 那又把这个地方给输出来吧 上面的把把它屏蔽掉 是吧 下面的把它输出来 我们看看 没关系 没关系 来刷新一下 awid limit02 是吧 应该是正确的吧 will will and 是吧 这里还少了个东西 will and will直接就and了 是吧 少了一个 i等于0 是吧 来 不等于0 不等于0 来 现在这样来看看 来刷新一下 好 是多磨 是吧 你看 成功了 是吧 成功了 总归6条记录 是吧 6条记录 下面的是吧 下面的 再来搜索一下 比如说我只有什么了 只有 对吧 来 看一下 你看有bbb的用户了 是吧 总归多少条记录 总归有5条记录 是吧 5条记录 好像还多一点 是吧 好像还多一点 上面的还多一点 下面还少一点 有问题 是吧 有问题 再来看看 是不是我们刚才有错的 A 然后呢 坐着A 然后搜索 总归有3条记录 不是6条 是吧 3条记录 刚才可能就是说 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是吧 因为上面的出错的 总是3条记录 然后下面这个 只是A的话 只有就有5条记录 是吧 5条记录 刚才搜索的 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是没刷新 没刷新好 好 我们接着来看 接着来看 如果只搜索作者 A 6条记录 是吧 6条记录 只搜索的A A是吧 然后上面的A A 三条 是吧 如果只搜索上面的A 5条 是吧 5条 对吧 证明 我们还是成功了 是吧 成功了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 多内容 多条件的搜索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着页 完成本节课的内容 然后大家思考一下 是吧 思考一下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刚才不是分了页 对吧 刚才不是分了页 现在就是说 我们还没有做好 对不对 那么把上面给注释了 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不再说这个分页 大家下来做 注意下来做这个分页 做这个分页 多条件 多内容的分页 非常好的吗 也是一样的吗 cookie吗 对不对 只不过一个变成两个了 对吧 这个还不好做 对不对 5个6个7个8个都可以 对不对 没事 没事 大家下来做一下 好的 这是我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来看看下节课 下节课 我们开始来讲权限的 用户的后台权限 后台权限 那么下节课开始 大概用三到五节课的时间 来讲一下权限 来讲权限 这个权限 也是非常重要的 后台之所以称为后台 就是因为权限 才是让我们的后台 变成了后台 好的 这是我们这一节课的主要内容 那么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